人标题四货影帝的他,居然变身美妆博主沿网巨男扮女妆也是拼了。 说起出道期巅峰的男演员夏宇,绝对是最值得被人称到的一位1993年。 毫无表演经验的,他在父亲的鼓励下,报名并主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 夏宇凭借这部电影,一举战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年仅18岁的他,竟是华语影史上第二位,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演员荣誉的华人男演员。 在此之后,夏宇又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近年来夏宇甚少带着作品出现在公众面前,每每其仅是卫影帝。 人们总是把他和心理演员与他长相十分相似的张艺山联系在一起近日,夏宇再次以自己精湛的演技强势,回归在大众的眼前。 但这次,他的作品却是一部有关悬疑推理探秘的网络剧,为了剧情需要。 夏宇还不惜在剧中半丑男版女装十分敬业。 剧里因此产生低种种爆笑和尴尬的场面,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关注和热议。 许多观众都说,自己就是冲着夏宇才来看的,我真不愧是影帝演技从未掉线。 更有热心网友替他的女装,半相做了一个口红试色合集。 夏宇俨然从影帝变成了一个美妆博主,可却有人质疑说作为一个影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